新庄登龙街是庙街当中一条非常著名的老街 因为就在新庄国小旁有着望子成龙的寓意 但是周遭的环境已经十几年没有整修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市议员陈明毅就邀请相关单位现场回看 新庄登龙街是庙街当中一条非常著名的老街 因为就在新庄国小旁有着望子成龙的寓意 但是周遭环境已经十多年没整修过 不胜美观 为此文明里长张卫春花 特别拜托陈明议员 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十几年来 那个登龙街这边 一边是铁皮 一边是老旧的房子 的环境也没有好 我们请那个议员 陈明议员来协助帮忙 我们这个登龙街来立美化 众人在经过会看之后 决议透过不同的彩绘方式 美化登龙街两旁环境 那里长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老房子 拆掉了以后 它的侧面实在不好看 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构想呢 在学校端的这一面呢 我们用大图输出的方式 表现我们的老街的意象 那在我们这个老房子这一面呢 我们用现在很有特色的 3D的立体彩绘 让这个登龙街 把过去望子成龙 到学校等于是登龙 登龙路 登龙桥的这个概念 把它重现 登龙街环境美化作业 一边的新庄国小网球场 铁皮围墙已取得学校同意 另一边则是住家与商家 议员表示将会全力协助沟通 希望能够全面性的美化登龙街 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导